浓缩的语言 经典的表达 中华传统文化中 最精致 最璀璨的瑰宝 短短几个字 就是一段历史 一个故事 一种情感 一番人生感悟 想领略一下 成语世界的精彩吗 那就跟着漫漫老师 一起进入 漫谈成语的世界吧 大家好 我是漫漫老师 又和大家见面了 今天要和大家谈的成语是 一窍不通 窍是空洞的意思 通常指的是 人头部对外有开口的 眼鼻口耳部位 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七窍 中医认为 七窍与人体的五脏等各个组织器官 是相互联通的 共同完成人体的各种功能活动 中医典籍 林书经脉度总结说 肺开窍于鼻 心开窍于舌 肝开窍于目 皮开窍于口 肾开窍于耳 五脏的精气分别通达于七窍 五脏有病 往往会从七窍的变化中反映出来 如果窍不通 就意味着身体出现了病理 一窍不通这个成语 出自吕氏春秋 贵旨论过礼 讲了这么一个道理 历朝历代 王国的君主 虽然时间和状况各有不同 但王国的原因却是相同的 都是因为将违背天道的事情 当作娱乐来对待 最终导致各自王朝的负面 最典型的例子 就是商咒王逼迫叔父 笔干 抛凶挖心了 商朝末年 商咒王宠幸打己 不理朝政 建立九池肉林 沉眠九色 对百姓横征暴恋 施以袍唠之行 对诸侯穷兵独武 杀戮不绝 商咒王任命西伯侯姬昌 鬼侯恶侯为三公 鬼侯是商朝末年的一个诸侯 鬼侯的女儿是商咒王的妾 商咒王为了取下他佩戴的玉环 就把他给杀了 然后又杀了鬼侯 做成肉酱 恶侯为九侯争辩 咒王又把恶侯也杀了 做成了肉干 看到商咒王如此荒淫无道 叔父笔干非常痛心 就去劝商咒王 笔干是商王太丁之子 英朝的王子 也称王子笔干 笔干幼年就十分聪慧 勤奋好学 二十岁的时候就做了太师 辅佐地乙 在笔干辅佐地乙的四十多年中 他主张减轻赋税摇曳 鼓励发展农牧业生产 提倡野炼铸造 富国强兵 帝已去世后 笔干受命脱孤 辅佐地心 也就是商咒王 他是商咒王的叔父 也是商朝的丞相 眼见商咒王 暴虐荒淫 横征暴恋 笔干长叹 主过不见非忠也 未死不言非永也 过则见不用则死 忠之至也 意思就是 君王有过 如果不觐见 就是不忠 害怕死而不敢言 就是不永 如果觐见了 君王不听 因此而死了 那就是忠诚之事 于是笔干就来到了 商咒王居住的摘星楼 冒死觐见了三天 商咒王问他 你凭什么胆敢如此对我说话 笔干说 我凭的是善行人意 所以敢这样冒死心见 商咒王大怒说 我听说圣人的心有蹊跷 今天我倒要看看 你的心是不是蹊跷 于是商咒王就杀了笔干 将他的心扒了出来 笔干由此成了史上第一个已死建军的忠臣 那一年笔干六十三岁 当时笔干夫人怀孕三月 听说笔干惨死 赶紧逃出了昭阁 后来在长陵十世中生下一个男孩 名拳 这就是灵性的始祖 笔干被灵性家族奉为灵式的太始祖 笔干死后葬在新乡卫辉 笔干墓是中国第一座墓庙合一的建筑 始建于北魏 相传笔干死后天将大风飞沙走时 卷土将笔干尸骨埋于此处 故其墓穴被称为天葬墓 笔干庙占地百余墓 飞龙雕筑 苍松古柏 整个建筑古朴典雅 笔干庙里有个石碑 是孔子用剑壳的 这是孔子留在世上的唯一真迹 所以被称为天下第一碑 西元前497年 孔子55岁 这年春天他从鲁国来到了魏国 没得到魏林宫重用 就带着弟子离开了 经过墓野的时候 车子忽然坏了 孔子心中一动 就问这是什么地方 弟子回答说是魏地 孔子心情激动起来说 这是人人之墓 然后带领弟子在笔干墓地 恭敬地举行了祭奠 并挥剑刻下了四个字 因笔干墓 在古代 墓与墓是通甲字 又因为碑下旧是土地 所以孔子旧时写了墓字 而不是墓 相传有个好为人师的县令 看到孔子刻的这块墓碑 就讥笑孔子 说孔子写了错别字 自己拔剑刻上了一个土字 刚刻好只见忽然乌云翻滚 轻刻雷声大作 轰隆一声将那个土字给辟掉了 留下了现在这样的一块残碑 对于这段历史 孔子说 商周王的心智 如果有一窍是可通的 那么笔干就不会死了 由此可以知道 下伤两朝之所以灭亡的原因 后来吕诗春秋中孔子所说的这段话 就逐渐演变成了一窍不通了 用来比喻愚昧不明事理的人 或对事物一点也不懂的人 民间还流传这么一个故事 笔干建咒网 要看他的七窍玲珑心 就自己将心摘下 扔在地上 走出王宫 来到民间 广散财宝 他虽然没了心 但因为吃了江子牙给他的灵丹妙药 没有死 因为没了心 也就无偏无私 办事公道 深受百姓的爱戴 人们都知道 在笔干手下做生意 买卖公平 童所无欺 于是人们就把他当作财神 给供奉了起来 这就是一窍不通 这个成语的内涵和典故了 好了 今天的漫谈成语节目就到这了 如果您喜欢这个节目 请关注我们的节目 并推荐给您的亲朋好友 帮助我们传播 传统文化 谢谢您的收看 咱们下次再会